我家那小子是一半围绕单身男艺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节目,不少观众看过后都觉得很有共鸣,播出以来一直未受好评,但最近却被网友喊话应该改名为我家那渣男,因为节目组进来的嘉宾越来越迷了。 陈翔,胡一天,季凌晨,没想到,刚刚因为分手宣言你喜欢大海,我爱过你,喜提扎来称号的季凌晨,这么快就又上节目了,芒果台这波热度蹭的666啊,从节目预告中可以看到,不可避免的提起了他的感情问题。 先是陈学东的大一说,不喜欢谈恋爱谈四五年的,季凌晨听到后,只是低着头歪嘴笑了一下并没有说话,又说到为什么不求婚这个问题,季凌晨也没有回答。 而是李维嘉说,听了一句,他准备求婚的,说起吃吃不求婚这事,早在亲爱的客栈里刘涛夫妇就问过了,当时看亲子还替他辩解,说起凌晨觉得没房子,没车子,没法结婚。 当时不少人还觉得他是很负责任的男人,很快就有网友爆料,他早就在成都给父母买了房子,没钱买房,只是他不想结婚的借口。 最后,女主持人忍不住问他对看亲子是爱了还是爱过,季凌晨居然哭了,只是又啥委屈,网友并不买账,吐槽他是拿错了陈祥的剧本,阿美现在还记得陈祥在亲爱的客栈中的惊天一哭。 一把憋涕一把累的,当时多少人心疼陈祥,认为他是一个被毛小彤伤害的重感情的人,这一哭让他有话题的同时成功洗白。 季凌晨这是要学习陈祥的套路,阿美要告诉季凌晨,你的想法太天真了,陈祥在刷了一波好感后,立马就被打脸了,网友曝出了陈祥约会将凯彤的视频实锤,而毛小彤半夜搬家,也一度 让许多人心疼,大家却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戏经到打一盘啊,陈祥更是在毛小彤被亲生父亲勒索的时候,先是删除了所有和毛小彤有关的微博,后又抢号发微博,说要守住自己善良的心。 工作人员也说,善恶到头中有报,这是什么魔鬼,庆幸毛小彤看清她的真面目,离开了她,除了请来了扎兄扎弟连手搞事情,最新一期节目居然还邀请了胡一天。 胡一天的黑历史也是多得数不清啊,先是被报约匹,今年六月又被报出和网红酒店约会的料,女网红在被人扔出来后,被胡一天的粉丝们骂得实在是忍不住了,在网上PO了多段和她的聊天记录。 在聊天中,胡一天还得死了沉月丑,面对这样的局面,网友们纷纷吐槽,再来一个可以凑成渣男F4猫果台,之前的综艺也被拉出来再次讨论,剪辑又读了真正男子汉,真正的出轨,亲爱的客栈,亲爱的再见,花儿与少年,花儿与前任,我家那小子,我家那渣男。 节目组在博收市的同时也拉低了自身节目的口碑,仙女们还会看我家那渣男吗?